最近全国跳水锦标赛正在火爆进行中,全红缠在女子十米单人跳台比赛错失冠军,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比赛结束之后从媒体拍摄的视频来看,有个别的粉丝甚至在现场质疑裁判刻意压分,在整个体坛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就在最近,由于事情的影响太恶劣,两大官媒中国新闻周刊以及新京报,还有奥运冠军何冲都接连发文怒批这种饭圈粉丝的做法。 首先可以看到,中国新闻周刊转发了新京报社媒发布的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称呼那些动不动就裹挟运动员的饭圈粉丝是低级粉丝,质疑这些粉丝除了对运动员的成绩造成糟糕的影响之外,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他们希望,如果粉丝真是爱护全红蝉,就不要搞事情,不要用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到运动员的发挥,否则后续真的是后患无穷。 另外一方面,奥运冠军也是全红蝉的老乡何冲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他认为在当下信息化的时代,很多人开始关注到不同的体育项目,对这些项目的发展本身是好的。 但是随着一些极端的粉丝逐渐把饭圈的那一套带进体育领域,整个圈子慢慢开始变质,粉丝行为已经影响到这些年轻运动员的心态。 可以说,这一次不管是官媒还是奥运冠军前辈都非常不认可这种粉丝所谓维权的做法。 不仅扰乱比赛的秩序,甚至还会影响到当时运动员的发挥。 可以看到,当时全红蝉在10米双人跳台夺得冠军后,他曾表示最近自己的心态出现问题,在双人跳的比赛接连出现失误几次炸鱼,还出现脚磕到跳台导致动作变形的情况。 所以说实话,这一次全用蝉,尽管夺得冠军,但是很明显也收到坏消息,他受到这些极端饭圈粉丝的影响,导致没有办法以百分之百好的状态跳好比赛。 说实话,如果这些粉丝是真心为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好,那就应该低调一点,安心支持他们训练和比赛就足够了。 如果这些粉丝是故意搞事情,希望中国跳水队赶紧出手制约他们,可以考虑终身禁止这些观看中国跳水队的比赛,否则以后这种事情还会在赛场上常见。 如果明年巴黎奥运会还有这种情况发生,到时候连累全红蝉丢掉金牌,损失可就大了,还会影响到全红蝉职业生涯的发展。